張淑媚問老師的問題是有關的小黃瓜的事情 他說他的小黃瓜有黃斑 頁面有黃斑 而且有日燒 這到底是缺乏什麼元素 或者是有破杯 這個有當時真的是真的太熱了 他還沒煮 還沒煮什麼 他可能會有某些 可能就會有一個日燒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但是我們說的日燒 一定要注意這個疫病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在這個弱人的貨都會比較多 水分都會比較多 水分在這個問題裡面 他經濟的激動就很高 所以很容易到疫病 這在疫病管上有可能是疫病 消化到疫病 又到疫病 又到疫病 已經到病 到病現在到疫病 那疫病就超大了 所以看起來改成日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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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燒這個情形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 很多都要跟疫病有關的 所以不然建議說你在這個管理上 一定要加強 這個人 這個時候 有的說 會不會落睡 落睡會有 因為濕度高的時候 陸菌病還是跑不掉 只是說 落睡正經很熱的時候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落睡會不會那麼嚴重 溫度很高的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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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很容易到疫病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麼 有時候在我們這個 做物來說 例如說像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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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這個 做物有一個 叫做 臨界日照 就是說 他這個薑 對著這個薑越來越強 光強度有夠的時候 光合作用效率應該會提升 提升提升提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那個業率率動不住 太薑了動不住 所以他有可能有到的這個受傷 這個受傷的時候 你的業率率會被破壞掉 就是說去讓這個薑給他破壞掉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說的就是這個光的 這個飽和點 這個地方到這裡有這種飽和 這個到飽和的點的時候就動不住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他的光合作用 這個通常就是說 他一直供 他在這個補償點 這個裡面就是說 更如強 他的這個 生長量的這個越大 所以你看到有兩塊 這個叫做光飽和點 飽和點就是說到這個地方就已經飽了 還超過 還超過 就飽了一下就倒下去了 所以這種呢 這個通常就是 叫做 這個光的 這個 這個 飽和點 這個光飽和點 就是說你去看起來有不一樣 就利用這種 我們可以去知道 一個這個 算陽性作物 還是這個陰性作物 所謂陽性作物就是說 日後比較強 他 光的飽和點也很高 那個光強度很強 陰性作物就是他比較怕 比較怕噴嚏 所以像有些室內植物 應該是比較耐陰的這種 這就是 他的光飽和點 就是說他的光強度就比較低 他就會產生這種 就是說 變成說 像這個 我們釋來這個鐵線絕 白鶴魚 萬一車 這個室內 釋來可以種的這種 這個通常就有關 有的人會去看到一個 這個叫做 光補長點 光補長點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 這個 光開始慢慢增加 因為原地 如果沒有光的時候 做不是沒有光合作用 它是產生呼吸作用 這個呼吸作用 有一個二氧化碳的交換 所以開始 開始有辦法去 吸收二氧化碳 產生氧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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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難去 很難去理解 他 理解 他的這個 這個 意思 如果是直接去看英文 的時候 你會覺得 原來英文還是比較 簡單 直白 粗暴 所以 這通常 以前都會在那裏 補加布沙沙 其實 他就是 我們直接去翻譯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就是補償的 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直接去 這個 但是這個 這補償 其實 不是 你如果是去翻譯 以前的人 直接把他翻譯叫補償 但是 這個有另外一個 compensation conversation 這個意思是 有一個 另外一個 意思是 交換 所以應該是 你如果把他翻譯做 光交換點 可能你比較容易理解 在那個時候 他會開始利用 本來利用氧氣變成 利用二氧化碳 在那個時候開始做 交換 compensation station 這東西 不然人家不太好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應該是這個意思 這 發音 所以你大概去查一下 那你就知道 其實翻譯補償不太好 應該是叫做交換 光交換點 比較直接 你看英文的時候 以前我都搞不太清楚 有一次 有一次 就拿這個去問一個老師 這英文 在聊天的時候 這老師是一個 阿嬤 他說這個就是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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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我就聽 交換 改變 所以那就是二氧化碳 他本來利用氧氣 利用二氧化碳的一個高碗 那個點就是叫做光補償點 所以這跟所關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這兩個重點 那個光飽和點 敲過的時候 敲過光飽和點的 業力實體的 紫外線 那個強光被破壞掉 那效果就有可能會受傷 所以這 這就是我們在說的日燒 一般是這樣 所以這稍微注意一下 這確實有可能是 這個高溫 高溫來給它引起各種的 這個生理障礙 那麼 有的說要怎麼做 這沒有辦法 你如果是 有條件 可以在這個社區裡面 它通風 稍微 通風 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看起來沒有什麼 感覺上 比較沒有什麼元素缺乏的 這個競爭 這個看起來 如果是這種情形的 通常都會去判斷 判斷 有可能是這個光照太強 我們台灣 從現在這中天 這個紫外線很強 非常的強 尤其之後 這個空氣裡面一些灰塵 什麼都減少 那個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紫外線很強 這個 有一次 有一次 今天呢 一個好朋友跟我說 他在分林的山頂 可以去看到這個 朋友 可以看到高雄的八五大樓 我說聽你在哪裡 高雄八五大樓 那是外線 你知道嗎 這個啊 沒有 你看看 我是沒看過 但是很多人有看到 我是很懷疑的 他們是不是去看到海市勝樓 但是那不是 他為什麼 阿婆跟你說這個 他真的是光很強 然後 那個空氣 那是 很乾淨 下過雨 南台灣下過雨 那個 真的是看得到 在這個分林的山頂 可以看到平 真的可以看得到 那是 台中的煙檔 那就不用說了 火力發電廠 那個煙檔 那就很容易看到 這個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 因為光線 而且 這種都沒有什麼阻礙的時候 紫外線很強 所以我們 台灣 尤其大概在這個時間點上 尤其是太平洋高雄落海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這種 尤其如果落後 還有一個 太平洋高雄的一個 晴空萬里 這個紫外線很強 那作物有可能 尤其是回歸這種 這個 這種作物 他很容易 他很容易 這個 很容易出現到 這部分的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他很容易就出現了這樣 他動不動 就是會被破壞掉 被破壞掉 這個情形在這裡 好 就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 這個參考 大概我們遇到這個情形是這樣 總共 那是 有什麼要怎麼做 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發現 這個 最近有人 我們早上在說 說海藻精 有人已經開始在打廣告了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產品 海藻類 這個東西 可以防日曬 今天就廣告 今天早上就出來 有好朋友的截圖 然後看說 你真的很厲害 這個無緣福建 你看這麼大間的公司 我說沒有 人家可能準備好要打廣告 剛好我們早上有說到 應該不是 這衰 因為那個廣告比較簡單 那不要夠 但是這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用一點藻類的東西 這確實 也能有這種好個 那麼現在在這個設施栽培裡面 那現在 有條件 有條件的 有條件的情形 他用一種微噴露 你去那個 現在不知道還有嗎 很久沒回去 不知道 哼哼 哼哼 聽你講這就覺得你好可憐 很無奈 本來就很可憐 我終於體會小明 小明的辛酸 唉 不要說的 好 那剛才說得對 說C螺 C螺 C螺休息站有一個 這個進場 因為真的很久沒回去 不知道還有這個東西 有一個微噴霧 就說很熱 大家在休息站的時候 要思議那種感覺 尤其我們在這個 開車 我們開車 在冷氣房 現在要上廁所 那走出來 那有的老人 會倒不住 所以你如果說 像我爸 是不太老 但是我的身體已經很老 所以 在這種情況 車門開開 我都不會直接跑出去 我一定坐在那裡坐一層 腳開 人 轉一邊出來 因為我通常我是開車的 因為我是女生宿舍的射箭 所以我開車 做車扶 開車 我一定是洗出來 我不會直接就騎出來 我一定就是在那裡 改變一下 反慢的姿勢 這樣路邊站起來 為什麼這樣做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溫差很大 所以在這個 休息站 還蠻貼心的 有一種微噴霧 那個可以降溫 如果有的顆粒 如果有夠油 有的說 增加濕度 這只有一點點 你運氣的 頂通風 你如果有開天堂 你在那個地方 比較關鍵的地方 你把噴霧 噴霧 他本身頭就噴 因為很油 所以 會把這熱量 就從天窗 就給帶走 帶走 所以噴霧 其實是有效果 但是 噴霧如果噴霧 噴霧 如果噴霧 噴霧 本來 已經很吃熱 可能噴霧 比較淡 比較容易中 這是我們去注意的 這個重點 就是說 有一些石鼻 真的是可以去改善 不然就是說 沒有這個石鼻 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噴一些玉米素 用一些芹霧綠藻 給他稍微 保護一下 這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這場客 夏天的花胡瓜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從現在這種隔溫 那麼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要注意疫病 注意溫度過高 日燒 這個問題這樣 我們把性的配對 都說到 各個性的系統 最多的 意外 都在 做